53岁的我,在职场上打滚了30多年 看尽了人情冷暖 今天,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关于付出是否真的会被珍惜 我有一个朋友,嫁到花莲后 每个月的零用金都会给丈母娘5000元 一年下来6万元 过年和生日还会另外包红包 每个1.2万元 但是,丈母娘总是对其他包2万元的女婿比较高兴 常常挂在嘴上 朋友觉得很委屈 明明自己给的比较多 为什么丈母娘却不领情 其实,这都是因为人性 当我们习惯了某种付出 就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反而不会珍惜 就像我们每天都会呼吸空气 却很少会去感谢它一样 而当付出变得稀缺才会显得珍贵 就像九汉逢甘霖 让人倍感珍惜 所以,我们在付出时 也要学会适当的吝啬 不要让自己的付出被当成理所当然 从今以后,我不会再免费提供课程和咖啡 当然,对于真正有需要的人 我会酌情考虑 我希望,我的付出能被真正珍惜